大家好 到礼拜六了 这个周末和以往的周末有点不一样 我们礼拜一是有一个public holiday 叫做劳动节 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劳动节是在5月1号 这里的劳动节是在10月3号 我们这里也放假 所以这个周末我们会有三天的假期 所以我的打算是邦迪海滩 一路向北走到Watson Bay 明天的话我会跟一群小伙伴 去Royal National Park 没有车马呢 这里没有车真的是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 然后准备我们就是和他一起去拼车 对了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地图是怎么样 对了 明天的话就是开始这里的下令式了 所以澳大利亚将和国内的时间差三个小时 今天是两个小时 明天是三个小时 冬地海滩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路向北走 这一个地方叫Watson Bay 还有这里还有一个灯塔 应该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在家里就说到这里吧 现在到了啊 分正节的话也是在这里看的 然后对于今天来说 这里只是一个起点 现在大概走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吧 大概12点钟 在地图上看差不多走了一半 然后还有一半 接下来 还是基本上看出去的风景都是 这里都没有什么风景 是人家居住区 我从那个海滩一直走过来都是这样子 都是一片一片的小洋房 嗯 但是没办法 我就继续走呗 现在先 这些风特别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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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大半天 现在终于到Watson Bay了 这里其实是悉尼的东部的一个最后一个出海口 你可以在对面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海岸 走过去那边有一个观景台 来 让我看一下时间 现在已经一点半 然后花了三个小时走到这边 好有点 好有点 遇到 好有点 穿过去 好有点 好有点 幸运 今天也好热 今天热又分大 明天不知道是什么天气 从Watson Bay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走的 是坐船还是继续走 走到Edge Cliff 是另外一个火车站 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回 是准备坐船吧 懒就懒一下吧 回去还要去健身房 坐船喽 然后前面是一个码头 叫Watson Bay码头 可以直接坐到环形码头 然后再坐火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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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4点钟 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去 健身房 一个小时我估计 会打游戏 打过去 字幕志愿者